有學者和婚姻顧問都說 本港、樓季、租季都令到年輕男女不上車 加上近十年大學畢業生收入不見上升 經濟下滑都令到結婚變得奢侈 星島報導 《蘋果日報》報導 北韓變節者拿藏金鐘南韓駐港總議事本的事件 觸發這一場的國際政治風波甲 就是一名18歲北韓高中生 面時男生的下落都沒有 或者政治核手飾估計 面時包括南北韓和中國正在背後力量爭旋 而至於南韓駐港總領事館 雖然昨天